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屋機仔,今天跟大家說說國際新聞 究竟國際新聞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跟大家說呢? 第一單小說,就是關於美國有位修女 離世四年,她的遺體竟然不腐化 說到這個小鎮成為朝聖地,這麼神奇 我們一起跟大家看看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 另外,現在說到除了美國的修女遺體不死之外 更加出現了喪屍在美國 周圍的喪屍在街上走來走去,非常之恐怖 那究竟是涉及什麼呢? 難道這個世界真是特別? 稍後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現在更加有消息指出 英國這位哈里王子和梅根 搞離婚,不是吧? 最後搞到這麼大堂 最後都是離婚人,就算是預料了 他們這樣的情況 哈里二世祖的那一款 什麼都靠家裡,靠皇室 現在叫他自己出來賺錢 發現真的被人斷水斷糧的時候不行 發現可能他老婆真的會點他 老婆就行了,借過名字上位 那是不是真的搞離婚呢? 我們稍後也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另外也會跟大家跟進一下不同世界各地的新聞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首先第一宗消息 我們跟大家跟進一下究竟是什麼呢? 現在也會跟大家看一看 就是這位美國修女離婿 四年遺體如何不爛呢? 不腐化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看看 這麼厲害? 引起很多民眾都走去朝聖 有人說是神職在現 究竟是不是神職在現呢? 根據《紐約郵報》的報導 這個叫高爾鎮本督會 聖母馬利亞修女會的創辦人 蘭開斯特修女 在19年5月逝世 享年95歲 按照傳統 他的官目就會在今個月18日拿出來 而放在一個教堂的祭壇下方 誰不知當時修道院的院長 塞西尼亞從官木條縫 看到一個穿著完整的穿著襪的腳 是完好無缺的 就這樣看 就好像我們當時剛剛跟他落狀一樣 這位修道院的院長都覺得很奇怪 究竟是什麼事呢? 於是跟其他修女一起打開官木 發現竟然 這個蘭開斯特修女 他遺體好像奇蹟一樣 完全沒有腐化 除了臉上被灰塵 遮住了之外 身上還有一些毛菌 基本上就像 他剛開始入官那天一樣 從他的眼眉毛 頭髮 各樣 全部都沒有腐爛 沒有改變 這個修女就跟媒體說了 暮地工作人員跟他們說 就說這種情況只要正常擺了四年 都應該得到彭骨 但是這位修女在一個沒有防腐的情況下落狀 這樣出現都令到人很震驚 如果你從佛教 那他是不是甘薪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 根據天主教通訊社的報道 修女就立刻就拿了 這位蘭卡斯特的遺體出來 估計有90磅重 其他修女就幫蘭卡斯特的遺體 先整結一下 可能有些毛菌 有些髒骯髒的東西 說到他的衣服 陪葬的花 全部都漂亮了 有人認為這是上帝的傑作 希望被世人看到希望 就著這件事件 引起一大批天主教徒和民眾的民風而至 認為是密蘇里州的神跡 有人看到這位修女的遺體 經過清洗之後 就開放占養為庸 到今天 之後就會進入玻璃的棺材 保存 世界上真的什麼事都有 另外也會跟大家看看 烏俄戰爭 現在就說到俄羅斯的烏克蘭 之前不是有傳出俄羅斯的烏克蘭總司令 在俄羅斯傳出來的 就說他被轟炸炸到頭開肉裂 然後要做手術開腦 但是說不想報導這些新聞出來 就沒有影響烏克蘭軍方士氣 有些外媒是這麼說的 這位烏克蘭軍事總司令 現在公開現身 就粉碎 遇襲身亡的訊息 告訴你我人沒事 你不要吹水 你不要以為這樣炸得到我 炸我不死 關於英國之前報導 烏克蘭總司令的死訊 已經幾個星期了 一直都不見他身影 好了 由於有時間人物地點 很多媒體都轉載 但是烏克蘭方面就駁斥 就說 根本是說謊 你說謊就叫他走出來 但是一直都沒有走出來 大家就會覺得應該是真的 好了 想不到近日 就在一個社交媒體上面 就看到這一位烏克蘭的軍事總司令 在辦公室裏面做事 就說更加對著鏡頭說 片來的 不是照片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拍的 就說 自從5月起 大家都欣賞俄羅斯在編造各種科幻故事 所謂的專家創作各種陰謀論 而對於他的死訊 烏克蘭軍事總司令 他自己也說到 非常感謝烏克蘭國界的支持 我們一起會拿到勝利 首先 就粉碎全民 第二件事 就說到俄羅斯 現在是不是準備要接受烏克蘭的大反攻呢 因為烏克蘭的將領 現在他們在喊了口號 就說 奪回領土的時刻來了 那就沒有和談了 說到中方的和談 烏克蘭承認俄羅斯拿了你的土地的算數 那幾塊給他 這樣不要打仗 行不行 看來不行了 那根據烏克蘭的公開宣傳片 烏克蘭的公開宣傳片 看到 就說 奪回屬於我們東西的時刻 就來了 烏克蘭國安會秘書長丹尼諾夫也表示 已經準備好對俄羅斯軍隊展開大反攻 那就是 一場硬仗出現了 那這條影片就看到 因為由於很多西方的國家的武器 就開始到埋了 說到炮2 美國的美製地雷 反復擊裝甲車 M77榴彈炮 那就是海馬士的多管火箭系統 那更加現在也有傳 就說德國的金牛座導彈都在飛過去了 說得好像在飛過去了 就說不是在提供而已 是不是 因為烏克蘭就想著找德國拿這個導彈 那這個導彈金牛座巡行導彈有多厲害呢 說過之前的 之前我們也提及過 因為它有500公里 那就可以襲擊到莫斯科 那這件事情 就說如果你真的德國 還給它的話 普京 就算整個莫斯科、俄羅斯也好 都可能腳陣的 有人就說 究竟原來 俄羅斯也好 烏克蘭也好 你們可以看到那些零零星星 或者烏克蘭也比較靜 它在等著什麼 原來可能在等著這些工具 如果這些工具也到了 那可能就真的會做一波超級大反攻 那可能同步 前後左右 打你前面 找一些士兵地面推進 拿回收復室地 跟著同時間就空襲莫斯科 弄一些導彈飛過去莫斯科 令到他防不升防 也不知道能顧到他的頭好 還是能顧到他的身好 那這件事情 德國方面會不會給他呢 因為始終 這件事情 會引起普京的猜測 憂慮 如果用這些武器 就是間接德國 就有份參與 甚至乎打工打莫斯科 這個情況會失控 所以德國方面現在都很緊張 那究竟給不給這些導彈 很難呢 另外也會給大家看看 現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發生 波派槍戰 又是不是有些關於毒品事呢 根據媒體的報導 就說 事發在日前 下午五點鐘左右 這是一個度假小鎮 當時在舉行電單車集會 有兩萬人參加 警方表示 兩個幫派到場交火 幸好沒有波及無辜者 有目擊者表示 槍擊案的時候發生 人群濟湧 現場非常混亂 有群眾尖叫 到處走 就懷疑可能是兩個幫派 之間的衝突 不是到處亂殺人 但是導致最少三個人死亡 五個人受傷的 所以 那些槍擊案都是非常之嚴重 另外看看哈里仔 你近期的新聞 都不是特別好 跟皇室的風波也是 看到之前查理斯 現在是英皇 一起合照 沒有你份 有人覺得 你都已經被逐出了 不是冷攻 白金漢攻 都不成為英國的皇室一員 那你現在在美國又 隨時被人扔出這個境外 那怎麼辦呢 那你去哪裡好呢 那有人就歸咎了 全賴 全賴 你自己娶了個好老婆 是吧 梅根 那之前也有很多人爆料 梅根就說 他覺得 梅根根本就是借哈里 借皇室的名義來上位 那個目的達到之後 要不要都罷了 我自己都已經能夠 就是叫做 紅了嘛 明又有了 你又有了 不用依賴你們 這樣啊 所以有人就覺得梅根是一個吸血鬼 這次 不知道是不是哈里 就開始聞到沒有 現在很多媒體都瘋傳了 哈里梅根想著 要離婚 是啊 外國媒體都不約而同 有一個相同的結局 那我們看一下究竟是怎樣呢 那 講到說 英國就 現在有些媒體就覺得 哈里 和梅根 受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民眾唱衰 就說 連 紐西蘭 澳洲 他們都經常被受箭把 而講到澳洲 當地的電視節目 很喜歡請一些 對他們反感的英國皇室專家作家 出來在那裡聊天 好了 講到近期 就有些大搞作 就找這些專唱反調的皇室專家 皇室專書作家出來 就攻擊一下梅根 就說 究竟攻擊些什麼呢 就講到說 因為每一次 他們這些作家拿出來攻擊梅根 攻擊哈里 都覺得 有些民眾都覺得是不是真的 那 有一位皇室專書作家就這樣說 他認為 其實梅根 是一個超級自我中心 遲早 會對哈里感到厭倦 那時候就會賣掉他 而有其他專家都一起建議 就說哈里 你不要坐以待斃 你一定要先提離婚 然後爆料出專書 那把真相爆出來 你才會有錢賺 是不是真的 這樣呢 當然 在英國也有專家 他們也覺得 其實 我們不是說 刻意看死你們兩個人 但是 其實某程度上 哈里真的被梅根洗腦 他說 如果哈里有一天 清醒 就絕對會跟他離婚 而梅根 絕對會利用法律的手段 把小朋友全部搶走 那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 哈里和梅根是絕對會離婚 即是覺得 其實梅根 只要他的目的達到了之後 最後 哈里仔 你也會是被人遺棄的一個 又中叛親 然後 老婆又原來出賣自己 他 他自己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那究竟哈里皇子會不會變成沉淪呢 我們真的要和大家再看看 另外 說到美國 現在出現了一個 嘩 很多喪屍到街走 好啊 在這個 Kingsdon 廢城 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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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現在出現了大批吸食一個叫做 塞拉巡的毒品 塞拉巡 這隻毒品是一個新興的毒品 原來 人類只要吸食了這隻毒品就會變成喪屍 已經被白宮認定為 是新興威脅 有多恐怖 怎樣可以令人變成喪屍 原來是一種鎮靜劑 原來是一種鎮靜劑 原先會為大型的捕魚類動物 肌肉鬆弛 後來經過犯罪專家 或者毒梟 混淆 說會用來增強海洛鷹 coking 那些藥效 症狀會有什麼呢 包括 走不了路 嘯嘯嘯嘯 嘯嘯嘯 失去方向感 更加會持續廣泛的皮膚潰難 最終成為一些癌 而說到很多患者身上會出現了巨大性的 開放性傷口 最後就要委容 甚至乎折肢 所以網上會看到這個地區的人 好像每個人都變成喪屍似的 因為是啪啪啪啪 上了電地走路就好像一條魷魚一樣 根據非營利組織說 這隻毒品的用量有增加 那些人開放性的潰洋 感染部分組織壞死導致截資 越來越嚴重了 現在在很多不同的 非牟利組織都說了 美國現在這個地方的情況越來越恐怖 街頭上越來越多這些毒品 所以白宮國家藥物管制辦公室警告 這隻毒品對公眾健康構成一個非常之大威脅 看看怎樣可以減少一下 真是頭都大了 那怎樣呢 要全程禁毒了 因為他們這個地方人口 很多人都吸食這隻毒品 對他們的醫療 對他們的很多東西 城市的罪案 都是一個大的負擔 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特朗普那時候 之前就說 如果接下來 總統大選能夠成功當選 第一時間先搞了墨西哥的毒梟 嚴重了 嚴重了離譜 影響了禍及美國 美國這些地方有時候都出現了很多古靈精怪毒品 所以告訴大家不要吸毒了 另外也給大家看看 白俄羅斯 總統努卡申科再傳出病危 剛剛那頭 普京他們才簽署行政命令 運核武過去 這個頭他轉頭有病危 真是奇怪 白俄羅斯總統努卡申科 現在有消息指出 他就懷疑病重 要緊急送到醫院 目前在莫斯科中央臨床病院 情況危急 很多外國媒體都說了這件事 但是消息還沒得到證實 究竟是什麼事呢 是中毒 還是身體真的不舒服呢 這件事就需要 再等他們的報導 另外也給大家看看 土耳其大選揭中 阿爾多安獲勝連任 他連任對世界各勢 有些都有影響 因為之前土耳其 跟俄羅斯 拉攏俄羅斯 以及瓦蘭兩雙方 做了一個和談 他都在中間滑船 現在普京也祝賀 他就覺得阿爾多安對俄羅斯 也是挺nice 這件事 我覺得他既然能夠 連任很多政策 都可以繼續 繼續 走下去 對這個 烏鵝局勢 也是一個 好像穩定的作用 因為 你突然間換馬 你一會兒新的政府上場 又可能明明 有解傾的 跟俄羅斯 現在變成沒有解傾的 引起了一個新的局勢 引戰升溫 另外 和大家看看 英國 大件事 說到 薯仔價格飆升 炸魚薯條 恐怕會出現倒閉潮 英國國家統計局數字顯示 國內薯仔價格上漲了24.8% 而食用油 各種魚類 和油炸鍋 供電成本 比童年上漲了很多 增加了很多炸魚薯條 經營的壓力 有業界人士指出 25公斤莊的薯仔價格飆升了一倍 去到20英鎊 接近200港元 如果薯仔供應繼續緊張 可能要從外國進口薯仔 到時候 每代的價格可能超過300元 為什麼薯仔供應這麼少呢 因為說到 關乎上年夏天 乾旱導致薯仔失收 再加上脫鉤 加上烏鵝戰爭 疫情等等的幾樣夾擊 歐洲各國的農作物都受到影響了 所以你說 天降異仗 你說有沒有 有啊 神童說的話是不是真的有被他說中呢 又似是 加上現在新衛城政府 就說會和超市協商 希望可以將基本價格 食物的價格 設一個上限 這個也是一個好事 有些人就覺得 所有東西都是由市場來定的 自由市場 政府不可以過份干預的 不然那些商家怎麼辦呢 沒有人願意來那裏做生意的 有人就說 此話何解呢 因為 做生意的他們都有成本的 如果政府下出招干預那些價格的話 你將我的利潤減少而已 我利潤減少就生存不了 生存不了就倒閉了 所以 有些人就覺得 這個自由市場的價格 由他們來定 本來就很正常 但是又出現了很多東西 例如 就是合謀定價 第二樣東西就是 很多人 基本的 生存的 生存的食物 都未必買得起 他們基本的食物可能 早午晚都是吃那些東西的 但是那些價格已經升到天價的時候 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英國 新衛城政府 就想著 跟零售商可以談 Ne judgement 關ige 可不可以 知道 全世界 普通人 又平常大家都會吃東西 價格有封頂位 也就是 更加這麼貴 不要去到 Rio 倒 same 在 Sauber 政府會否要補貼 就要去應對這一輪的通貨膨脹問題 根據《每日郵報》 人數的官員說 當局正正情況 和超级市场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去探讨如何解决有关食品通胀 和生活成本的实际问题 同时间也非常注意相关措施对供应商的影响 那究竟 行不行呢?现在还是拿出来谈 因为 现在英国食品的通胀率是整个西欧最高 过一年食品价格上涨已经超过19% 是自从1970年以来最大事的事 而说到近几个星期 英国有些比较 大型的超级市场已经宣布对一些平价食品 或者基层食品进行降价 始终负担不起 这个政策可能也有用的 所以这些政策 甚至可能世界各地都会访效 就是大家研究一下 我不是叫你设计到尽了 所有东西都规划你 某些东西 举例的 米 油盐 等等这些东西 可以设计一个封顶位的时候 使得市民都不会有八上加根 这个是粮食危机的问题 通胀的问题 另外也跟大家看一下 在巴基斯坦的北部山区 就发生雪崩 造成11死 13死亡 巴基斯坦的灾难部门表示 北区山区发生雪崩 造成多人伤亡 根据路透社报道 有个游牧民族家庭 当时横跨 一段海白 4420米 连接吉尔吉特 一个地区的山腰 或者位置上 遇到雪崩 造成有11个人在这件事件 就丧生这样的 真的 OMG 真的 另外跟大家看 小心点 就说有个英国少女 在海滩胜地 玩球 竟然 就被人拖了落水 握球 不是吧 那么恐怖 在英国 这件事件 原来 一个妙龄少女 在一个著名景点 多塞特郡 沿沿海城市白恩茅斯 在海滩玩球的时候 被一名年纪相弱的男子 拖了落水 就强奸 估计当场有过千名泳客 但是没有人发现 甚至乎阻止 这么大胆 中目睽睽拖落水 但是竟然是没有人理 这件事件引起很多人 惊讶 后来就 告 找了一个19岁的男子 拘捕了这名强奸犯 涉嫌的疑犯 就告了一项强奸罪 还有四项性骚扰指控 这件事件 要时间跟进 告诉大家 真的要出去玩 要小心 尤其是夏天 每个人都在阳光雨海滩 我要跟阳光玩游戏 是吗 说起阳光玩游戏 现在这么热 这几天天文台更加警告 很热 有环保团体出来示威 当然 就说地球就快没有了 这样搞法 超过 1500人被捕 我们看看 荷兰 警方就表示 有个跨国环保团体 反抗灭绝 在海牙示威 究竟 什么事呢 他们就觉得 现在 世界上有很多 这些 不环保的东西 碳排放 那些东西 导致地球污染很严重 所以现在他们出来 示威抗议 好了 最后 跟大家讲一件 很厉害的事 香港有个12岁神童 在加州专科学院毕业 拿到5个副学士学位 这么厉害吗 在香港出生的12岁男童 他姓红的 他和父母移民了美国之后 在20号成功拿了5个副学士学位 创下了加州富勒顿专科学院最年轻 毕业新的纪录 哇 认真夸张 他12岁 在2020年秋天开始 在加州专上学院上学 当时只有9岁 没想到他眨眨眨眨 几年后 拿到5个副学士学位 就认真夸张 希望他能够努力 今天时间讲到这里 下一节再讲 拜拜